151县是路骨香主要连外道路之一 车流量极大 在与139县交汇的路口处 因为路幅狭小且变临转弯 不仅痛情不易 更常有车祸事故的产生 可说是地方交通最容易堵塞的一处地点 县府为了协助改善 目前已有初步的规划 日前有专程下乡召开说明会 听取地方的建议 先有瑞芳也希望 县府能够紧速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让此案顺利成行 让地方交通安全有所提升 初乡是这段151县和139县 这个交汇店 这个地方不是在出车 我在定期间也说不易改 这个要赶快来改善 今天我们管府来看 希望可以跟151县起来 再加一条线路 就是直接直通139县这条线路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造成有危险性 所以呢 我们希望管政府 跟上中央 来把投金会 这条尽快 在说明会中 经县府公务处人员说明后 对此案要征收的土地 多数地主都女诺配合 先远参门而感谢地主们的无私精神 也呼吁县府都要征收土地 一定要比较市价 让地主的权益有所保障 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一个地主来到现场 他也说他可以完全来配合 我们不管说我们 管政府这部分要怎样来做 他们都能够配合 我认为这个真的是有福之人 问候在这里要11万分给他们感谢 在这里拜托我们县政府 冠金来施作 同时呢我们也请我们县政府 我们地主的权利 虽然说他同意让我们优先来施作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障 我们地主的相对的一个权利 希望说能够以市价来征收 他们用到的土地范围 议长和尚方肯定 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经各界共同研议之后 县府能够规划出妥善计划 并紧述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补助 让此案顺利完成 有效提升当地的交通安全性 记者罗伊凯路股采访报答